歡迎您收看突發奇想 我是山又齊 為了因應兩岸情勢緊張 我國軍在這個禮拜 進入了戰備州的演練 雖然在今天傳出了 有飛官不幸殉職的意外 令人哀痛 而且在搜救的過程當中 共機竟然還持續的 來騷擾跟挑釁 這一些畫面 都讓國人在哀痛之餘 這個更加的氣氛 也更加堅定了 力挺國軍的決心 雖然這個時候在國內 還是有人在跟對岸唱和 不但包括了退降 不斷的鼓吹 說中國隨時會打過來 而且美軍不會來 甚至在馬英九政府任內的 前陸委會的副主委 也強調兩岸其實已經 進入了準戰爭狀態 還提醒台灣要小心 不過真的有這麼緊張嗎 國台辦的發言人 也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發言人 當下竟然是完全傻住 而且還要假裝拼命翻資料 然後好一伙人 才吐出了這麼一句 下議題 讓現場所有的這些記者 都覺得超級傻眼的 那到底為什麼 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這個國台辦會 嚇成這個樣子呢 另外就是 美國總統的大選 川普跟拜登 在各項民調上的差距 已經是越來越拉近了 甚至在美國本土的 這一些民調當中 還有不少都已經顯示了 川普連任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高了嗎 更何況呢 在這個時候 中國竟然出現了 兩個太陽的天后意象 這在古代的預言當中 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 今天又爆出了老共攻台的模擬計劃 還有最新的這個版本 不過在這個時候 前陸委會的副主委 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 趙建民也特別強調 兩岸現在是進入了準戰爭狀態 不過真的是如此嗎 國台辦的發言人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竟然嚇到花容失色 來看當時的狀況 那日前的島內有學者 列出八個證據 稱呢 兩岸已進入準戰爭狀態 請為凡人對此以後評論 謝謝 我們先問下一個問題好吧 好啦 問一下學尾啦 國台辦發言人是在慌什麼啦 而且今天不是有什麼 中共攻台模擬計劃 現在又出來了 不過BBC也特別強調了 台灣將會是下一任總統最大的 美國總統下一任最大的挑戰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朱鳳林跟環球時報 有一個報導內容 他們環球時報一直叫囂 就是說這些現在已經進入 準戰爭狀態 可是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朱鳳林就開始四十幾秒 就蹲在那邊 為什麼 內部沒有統一口徑嘛 就表示這個準戰爭狀態 應該是你胡...胡叼盤 胡說八道的對不對 你根本就沒有經過中共同意嘛 而且看起來中共根本沒準備啊 不然幹嘛慌成這樣 而且中國你如果內部 真的有一個準戰爭狀態 真的要清台的話 那戰狼是外交的話 他隨便胡亂幾句也夠啦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敢講 就是覺得這個議題 現在是越來的越敏感啦 你現在在講 五中全會期間耶 誰知道你五中全會開完之後 會出現什麼樣新的變局 那你現在朱鳳林如果亂講話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胡叼盤 一天到晚講這些東西啊 可是偏偏啊 他告訴你說現在準戰爭狀態 一直在恫嚇台灣的人民嘛對不對 那可是偏偏我們台灣 就是有馬政府時代的這些官員 又出來講了 他看的媒體是不是都是官媒啊 或者黨媒啊 對岸啊你看 他也是講說兩岸關係已經入 準戰爭狀態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主權應該守重避險 兩岸要避險 避什麼險啊 我就告訴你說 馬英九政府時代的八年有沒有 他不做任何的那個防衛 而且把我們的武器削弱 削減啦 就是不購買新型武器嘛 他就 問題是你帶來和平沒有 我們就是因為延宕的那個八年 所以我們現在集起直追 才會淚成這樣嘛 那你現在還告訴我們說 準戰爭 你用這種恐嚇老百姓說 就可以不要買軍購 不要怎麼樣 我說實在 這全部都是失敗主義 都是在這邊叫囂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種說法的話 清一色全部都是 馬政府時代的官員 最近很多的包括蘇琪 包括馬英九本人有沒有 人家是戰狼 我們是小貓 就喵兩聲而已 而且喵都要告訴你說 八道腰 要小心對不對 所以就覺得說可憐兮兮 幹什麼 台灣人真的是把台灣人動好 台灣人是叫你怕那麼大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要用這種方式來講這些 好啦 那我們看到說 現在台海真的有危機嗎 其實這個不是叫做台海危機 我們今天看到說 甘肅的頂心基地有沒有 被日本空拍圖照到了 他告訴你說 你看這個機場的衛星空拍圖 很像是美軍那個什麼 在沖繩的加首納的空軍基地有沒有 幾乎一模一樣 那我們後來又發現說 不僅頂心基地 它在附近的那個 那個頂心基地的附近 還有一個清泉岡基地 是一模一樣的那個建設 更誇張的是在內蒙古 有個租日河基地有沒有 你看看出來這個區塊有沒有 我們把它放大過來看 總統府 凱達格蘭大道 外交部 北印尼 全部都在做得一模一樣 你有沒有告訴 而且你看更誇張的是 它裡面還有愛菲爾鐵塔 所以它征服世界 所以你看他們在2015年 2016年的演習裡面 就看到總統府有沒有 當時他們的回應是說 台灣人想太多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東西這些模擬的基地 跟這些地圖的話 這些東西的話 都是從2013年開始建造 到2015年建造 為什麼2013年 大家可能忘記這個數字 2013年就是習近平上台以後 對不對 他上台以後 很多人就知道說 你習大大心細所細的 就是要抄鄧趕毛 對不對 鄧小平已經被你踩過去了 現在你覺得毛澤東在那邊 因為至少毛澤東統一了中國 把國民黨趕到台灣來 所以他的攻擊現在沒人可比 那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如果要當習皇帝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 就是要把台灣統一下來 那我就千古攻擊 我可以把毛澤東也踩下去 所以你不覺得他那個習皇帝 最大的那個爭點 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所以很多人他上台之後 就開始揣摩上意 因為2012年就已經確定習近平要接班了 他那個時候野心就已經露出來了 所以他上台之後 哇你看大規模 你看連艾爾鐵塔都有 所以你看 你實在跟全世界 危敵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下來 可是問題是你要的爭世界霸權 你把中國帶向一個什麼樣的境地 你看中國內部問題重重啊 五中全會到目前為止就開幕那一天 112個字說我們要開五中全會啦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影像 沒有任何文字告訴你說你開什麼 怪囉 我跟你講裡面一堆人打到頭部學 你外面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說真的 我再告訴你說他裡面會議 根本就瞧不定嘛 照理來講五中全會 你就是檢討十三大 十三五裡面 十三五計畫裡面有哪些不可行的 有什麼可以檢討的 有什麼幹什麼 接下來就是什麼 十四五計畫我要從哪個方向進行 哪個地方修正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的話 是不是你大內線大會線最好的方式 你不是叫囂跟你講說 你中國大陸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是2.9嗎 傲視全世界 所以你看你為什麼不敢講 所以就跟你講到目前為止 五中全會內部開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很詭異嘛 都不尋常的問題 靜悄悄 現在也有那個美國海軍情報處的前助長 法內爾他就講他說未來十年對不對 可能就是美國總統要面臨最大的地緣政治的最大難題 他就講說中國可能清台 我就跟你講說除非在十年之內 中國大陸可以醒過來可以恢復元氣 可以讓自己鍛鍊成muscle很大 否則十年我看二十年也是很困難 為什麼因為中國大陸的問題真的太多了嘛 你如果真的可以吞台灣吞下去 早就吞下去了 還會輪到現在 所以就跟你講說很簡單的話 為什麼知道台灣在所有的島鏈圍堵過程之中 台灣是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你今天如果在圍堵這個島鏈 台灣如果真的被中國拿走的話 那你美國以後在印太地區的霸權 領導地位啊 全都瘋瘋瘋瘋瘋瘋了 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包括你東南半島好了 中南半島這一塊土地的話 中國當時的一帶一路 還有湄公河計畫之後 把你的水源卡住之後 當初很多國家是敢入不敢沿耶 現在你好不容易中國在這邊說 我這個煤公河計畫告訴你說 我以後未來五年要幫你們 做那個什麼發電廠 幫你們造很多的那個水源計畫對不對 那可是你說現在如果台灣被吃掉之後 這些小老弟以後還會信你美國嘛 對不對 你連保護就保護不好啊 所以你以後要這邊當老大 門都沒有 所以就跟你講說未來十年 說實話不用考慮太多 可是未來十年的話 台灣內部才是取決於中國 我能不能清台的重要問題啊 如果台灣內部還是有這麼多的勢力 在那邊叫囂唱衰的話 台灣不用人家來打 自己就倒了 很多人就自己就會叫去共產黨 去朝共去那邊朝拜 去那邊怪拜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在這邊 中國的力量 是沒有辦法把台灣吞下去的 因為最近你看這些裝備有沒有 為什麼中國大陸一直在叫囂 他的官媒黨媒軍媒一直在叫 統統跳起來 我會跟你說這種東西已經刺中他的痛點了啦 對不對 對 以前看你可能啦對不對 你的武器都老舊 武器數量不夠的話 那等到中國一旦強大之後 當然他就可以用武力來恫嚇你嘛 威脅你嘛 那可是當美國幫我們強化軍武的時候 賣我們這些武器的時候 他發現說這其實吞就吞不下去 對不對 連手要拍都拍不下去耶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叫做 敍衛戰爭叫做蝎子作戰 不對稱作戰之後 中國大陸當然會緊張嘛對不對 對 好啦那我們再講一下 你看這個朱鳳仁這次的反應有沒有 被問到兩個問題 一個說拿下東沙島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什麼 中國要外島震懾台灣當局啦 對不對 還有準戰爭狀態啦 你看國台辦的發言人 竟然在這個問題上一點琢磨都沒有 問題是什麼 他沒有被授予發言嘛對不對 這種東西的話只有五中全會開的 內部的話大家才能夠討論啦 這種國台辦的層級還沒了啦 等去汪洋開了之後 出來看汪洋會說 朱鳳臉算了 層級還不夠啦 對 那我說實在中國內部問題多大 任正非自己也講啦 他告訴你說華為目前的困難 是設計的晶片 中國整 放眼整個中國沒有一個人做得出來啦 講實話了啦 對啊他當然要講實話嘛 你華為的這個國營企業有沒有 辦國營企業的話 中國大陸不是告訴你說華為 我要把它停起來 要把它撐起來嘛 要舉國之力嘛對不對 還有中心半導體 我要把它撐起來嘛 那現在華為的任正非都出來告訴你啦 我連手機這個晶片 全中國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幫我做啊 我今天設計圖出來的話 那到時候他會不會被中國打臉說 你的設計圖當然不能做啊 對不對有可能啦 因為依照中國的話開始甩鍋嘛對不對 不是我做不出來是你的設計圖有問題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們互相甩 可是這個說明了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連手機這種晶片都沒有辦法做的話 你今天告訴我說你的導彈會射多準 你的飛機飛行的話 偵測雷達偵測的話 會很精準的話 你給它講實話也沒信 對不對一個手機最簡單的一個機器台的 一個小晶片你都做不出來的話 你覺得你的軍事武器你有辦法做嗎 所以昨天我才會講南瓜早報不是在講說 賣我們這些武器有沒有 這些晶片全部都是大陸製的 笑死人了 我聽了我就笑死了 我昨天就告訴你說 今天是幹話講不完 大陸的都是我們台積電製的 對啊 這台積電之前賣給你們 你們囤貨囤到今年年底 我就告訴你們年底到了 對不對 這剩兩個月你今天就過完了 那你囤完之後你接下來要幹什麼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整個就是因為你 習近平的霸權心態有沒有 一上台之後你中國都還沒站穩 一隻紫老虎只會碰風吹得很大有沒有 真的 跟那隻青蛙一樣一直噴噴噴 說要比牛大 對不對 可是真的牛來了對不對 他發現說原來牛比我大這麼多 拼命又在吹 我跟你講吹到最後的結果就是你 你狂鬼就砰破掉了 所以中國大陸拜託這個現在 你可不可以第一頭 因為五中協會好好的看一下 你十四五計畫 接下來老百姓的褲腰帶 老百姓的肚皮 先把它顧好再說吧 可是你看環球時報說 這個中國的選項之一 就是把台灣的外島拿下來 還特別指名這個東沙島 說要震懾台灣當局 這個大陸的潛在選項之一 他意思就是要做 然後這個馬政府的陸委會 前副主委趙建民就說 對啊兩岸關係都進入準戰爭狀態了 我們應該守重避險才對啊 意思就是我們不要動 不然的話中華民國主權從地表上消失 不是不可能的事 哇聽起來好恐怖 可是呢 這個我們確實是要注意到 老共最近的這一些動作 他們是不是真的在溫水煮青蛙 而且呢我們看 這個最近中國萬船啟發 抽沙船包圍馬祖南竿這件事情 其實呢今天有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他們的動作已經在侵蝕我們台灣的領土了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因為呢這個現場 那個海上的密密麻麻的 讓馬祖的民眾非常的緊張 甚至呢還有這個劇組在那邊拍戲的時候呢 這個因為他們剛好在拍了1996年台海危機 所以他們說天啊 這簡直就是在重演當時的這個場景 但是呢也因為如此呢 你看到我們海巡的這個新北艦 這一次呢就是這個強力出動 用水炮呢這個把他們給驅離 而且呢這個一轟而散 在半天之內的就是把海面清空了 但是呢國台辦的發言人朱鳳蓮卻說 台灣用水炮驅離真是粗暴冷血野蠻不人道啊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叫粗暴冷血野蠻不人道啊 其實呢老共的動作一直沒有斷過 在今年3月16號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當時呢中共的這個鐵殼漁船呢 就好像自殺炸彈客一樣呢 不但也來到了這個海 台海的這個海面上 而且呢還直接衝撞我們的海巡 那甚至在畫面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整艘船都已經騎上去了 非常這個囂張啊 而且呢這十幾艘的中國船呢 還被稱為是海狼戰術啊 而且呢我們看到這些這個漁船呢 這個在海面上呢 繞一個圈圈之後呢 是把我國的海巡船呢 海巡艦艇啊 是把它包圍之後呢 甚至在船上的這一些中國人呢 還對我們的這個海巡艦艇丟石塊啊 後來呢我們的海巡隊呢 就用沙包彈來回擊啊 可是呢我們當時海巡隊的這個船艦呢 已經有好幾處的這個受傷了 也因為這個事件呢 其實當時的國防研究院就已經做了一個報告 說這些中國漁民很可能就是中共的民兵組織 所以才敢這麼樣的囂張挑釁啊 而且呢中國大量抽殺 這一次呢你看到 他們這個來了這個擺艘的漁船包圍馬祖南竿 結果造成什麼狀況 金門海岸呢在這個調查報告上顯示 天啊我們現在已經被他們抽殺抽到 金門海岸倒退兩米 這整個金門已經變小了 這還不叫侵犯我們的領土嗎 好我們的領土呢就這樣子被偷走了 怎麼能夠不小心喔 而且呢這個海巡署呢 就這個報告說光是今年年初到七月底 這個半年多的時間 他們就已經序列了將近三千艘的中國抽殺船 是最近四年來的這個新高 而且呢這個海巡隊員 已經不能夠忍受到什麼程度了 在海巡署講完這個話之後呢 我們的海巡隊員自己喔 還跑到底下去留言喔 說我們這個台灣國土一攻克 我們都不會讓他們被這個中國帶走 可是就問一下這個義夫啦 那個密密麻麻的場面 這真的讓大家想到萬船齊發四個四 就在這個上個禮拜天發生的 那你怎麼看當時呢 這個有這個什麼國際橋牌社 剛好在這個劇組在那邊拍戲啊 要偏偏這麼巧 就在拍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 說那個他們本來這個要拍的 現在等於那個場景已經幫他們重建了 可是呢今年的情況 是不是跟一九九六台海危機 其實有一些不一樣 我們今天一件事就先回過頭來談九六年 其實九六年的時候兩岸裡面的台海危機 其實我們軍方最高指揮 他成立了一個專案 就專門因應九六危機的叫永固專案 永固專案當時軍方跟李登輝所報告的中國 一指何處 直接就講烏丘 直接講的是烏丘 但是你講烏丘呢 但是你看到九六的時候 他們不是 直接就只有針對包圍那一個烏丘 其實他們鐵殼船啊 武裝漁船金門也包圍 馬祖附近也出現 烏丘也出現 所以他就用他的漁船去進行第一波的 其實你要說他是什麼戰術就干擾啦 南海也有 南海也有啊干擾啦 他基本上就是不斷的要干擾你 他干擾你什麼 第一個干擾你的運輔 干擾你的軍事的航道等等 他全部用干擾的策略 但是就是說你包圍的時候 他的漁船來包圍的時候 你的氣氛是緊張的 你的氣氛是緊張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當你包圍完了以後 比如說烏丘 四百多艘包圍完了以後呢 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全撤了 那時候才是最緊張的開始 因為你遺傳在這邊你不會打嘛 你會打到自己的人嘛 當你突然全撤的時候 干擾干擾干擾到一段 引起你各種不同的注意力 我是要打馬祖呢 還是要打金門呢 我還是要打烏丘呢 還是我在南海裡面東撒呢 我全部用干擾你 去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到底要守哪個地方 我到底要打哪裡 要模糊你 但一夕之間全撤的時候 尤其是烏丘全撤的時候 其實烏丘是最緊張的 所以那時候烏丘 不要忘記我們參謀總長 當時是羅本利吧 海軍總司令 那時候叫顧重蓮 兩個人輪番到烏丘 不是輪番到金門 不是輪番到馬祖 是輪番到烏丘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 就是要讓你轉移目的地啊 讓你不知道我要打哪裡 干擾你的你的軍事的布局等等 包括那一次還 他們還去包圍我們的軍艦 還去干擾我們的軍艦 所以那一次的為什麼說 那一次的台海危機是緊張的 因為他背後干擾完 他背後還有在福建裡面 還有15萬到20萬的 正式的解放軍在訓練 在集結在演訓奪島 在演訓兩棲的登陸 然後最重要的是 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叫張萬年 他坐鎮在平坦 坐鎮在平坦 而且解放軍當時已經集結了 對 坐鎮在平坦 所以當時為什麼我們說 當時的狀況是危急的是一戰 好像一觸即發的感覺 但是你回顧到1970年 西沙戰爭越南的時候 越戰的時候 大陸第一波也是用漁船 去干擾戰艦 2014年的時候 他們跟菲律賓的領土糾紛的時候 他們用什麼 也是用漁船去干擾 他們菲律賓的軍艦 所以這是他們常用的戰術 然後剛才談到說海巡三月份 那個可能是他的民兵組織 我覺得那應該不是可能 那就是了 就是民兵組織 就是民兵組織了 我覺得海沙船 一般的漁船會有這麼大膽 整艘船騎到我們艦艇上 還丟石頭 我覺得那個就是民兵組織了 如果各位還可以回憶的話 2013年 習近平在5月的時候去了哪裡 去了海南島 他去海南島看什麼 看民兵部隊 他就是看民兵部隊 然後三月去看民兵部隊 什麼時候 5月 海南島三沙市正式成立海上民兵 海上民兵部隊 2015年三亞市的一個國營 等於是官邦營的一個叫做三亞市的三亞農業公司 他開始擴大招募 他招募的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有航海經驗的退伍士兵 退伍士兵 然後新建了20幾艘的漁船 那漁船裡面 甚至於他的船艙裡面 可以擺下小型的什麼吉普車 越野車等等 他們都還有設計他們的裝置輕武器跟什麼 所以你說這一次突然之間來了 近百艘的抽沙船 為什麼會一次集結這麼多 絕對背後 絕對有他們軍方裡面在指使 因為民兵組織 他們歸誰管 國務院 軍委 歸他們的軍委管 然後受誰指揮 解放軍 總參謀部 總參謀部 我們叫做參謀總長 他們叫總參謀長 就我們軍事的最高指揮官 歸他們指揮 那你說這個會很奇怪嗎 這個絕對 我覺得一下子來這麼多艘 是很訝異 我舉一個例子 剛才談到說金門的領土 不是不斷的被侵蝕嗎 對啊 海岸線 因為他們這樣抽殺倒退 兩公尺 兩公尺很遠 你現在聽到的是兩公尺 但是你去問金門的官方 他是說這些年來 海岸線退的是一二十公尺 一二十公尺 一二十公尺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各位我們當初在討論 M503航線還記不記得 畫在海峽中線的西邊 那時候我們跳起來了嘛 我們都跳起來了嘛 你怎麼可以畫到我們旁邊嘛 那時候我們去討論過一個 距離金門 金門只有六公里的一個 大陸在興建的機場 叫做祥安機場 他在廈門 大登跟小登島之間 那他們建這一個機場 需要的是什麼 填海照路 還有機場的沙石 他們在哪裡挖 他們抽海沙 在哪裡抽 廈門沿海 抽到哪裡 抽到我們金門來 抽到金門 你去幫他們填海照路 對 他抽到金門哪裡 原本在金門的東邊 開始一路往北 往什麼西邊開始抽啊 一路抽 有一個地方叫馬山 金門馬山 講一個人大家就知道了 林毅夫 他就是金門馬山聯的聯長 然後游泳過去投城 幾公里 兩三公里就到 他們就在那裡抽抽抽抽 抽完了以後就繞到哪裡 北山 北山有個北山廣播站 以前專門就放鄧立軍的歌 給對岸聽 你說在那裡放廣播對岸聽得到 你看距離有多近 又在那邊抽抽抽抽抽 其實他整個一起他 那個機場要抽要用多少殺 518萬方公尺 立方公尺 那我們的學者有專門去研究 他研究他經過研究以後 抽10萬立方 大概14公噸 我們的海岸 金門的北部範圍的海岸線 就要退一公尺 那等於真的叫侵吞國土了 退一公尺 退一公尺 所以你現在去北山 北山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這一講大家都知道 古寧頭 古寧頭搭訕 你如果去的話 你把以前的相片比一比 古寧頭那沿海已經開始往後退 已經開始退了 那海岸線已經退了 因為他們抽抽抽到北山去了 然後我們金門越變越小 然後就給他們造陸 然後大陸那一邊 你只要預約他的範圍 就是說我這邊不能抽 你跑出去了 跑到台灣領海去抽 他們就不管 他們就不管 為什麼海巡署會跟你說 近幾年我們不斷的在 尋查那個倒殺 因為為什麼 一刻就給他帶走 因為就是他們在蓋那個 香安機場需要大量的沙 填海照路蓋機場 他們機場還沒蓋完 他們蓋到2030年 所以他們還要繼續抽我們的沙 海沙還要繼續來抽 如果我們打起來都跟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再不管遠一點 我們海外縣會一直 我跟你講這樣就算了 你抽沙我們管事 他們抽完了沙 賣到哪裡去 賣到廈門以外 他們混沙 海沙淡化以後混入沙 運到哪裡 運到我們的七龍 運到我們台中 運到我們的高雄 還運到金門 反過來賣給我們 偷我們的土 然後再反過來賣給我們 偷我們的沙 淡化以後混沙 混沙 裝鹿沙 再賣回來給我們 再賣回來給我們 下次再來萬船齊發 要好好修理他們 你看他就是 再賣回來給我們 然後呢 根據他們估計 近一兩年大概賣了 運來台灣的沙有80萬公噸 大概有80萬公噸是海沙混的一個 你知道海沙 海沙本來就不值錢嘛 因為我們海沙只做台灣 台灣對海沙控制很嚴格嘛 我們海沙只能做粉刷 就是粉外牆的那些 不影響機力結構 比較便宜嘛 因為我們不能蓋房子 但是路沙就不一樣了 路沙就貴了 結果他們再算一算 80萬公噸總共價差 他們賺了多少錢 10億 10億 可惡這種不一隻海 所以他們為什麼一直來 抽沙抽沙 所以一般你看到他們 抽沙船來的話 大概20了 10幾啊偷抽嘛 但是這一次一次來勁擺 這絕對不是 為了說 我抽沙是要賺錢 我抽沙是要賺錢 總共價差他們賺了多少錢 10億 10億 可惡這種不一隻海 所以他們為什麼一直來 抽沙抽沙 所以一般你看到他們 抽沙船來的話 大概20了 10幾啊偷抽嘛 但是這一次一次來勁擺 這絕對不是 為了說 我抽沙是要賺錢 勁擺就不一樣了 因為一次集結這麼多 因為以往大家在金門馬祖 看到的抽沙船 大概就是10幾艘 20幾艘 那這一次來的勁擺 他還在6000公尺範圍內 一下給你跑進來 一下給你跑出去 一下給你跑進來 6000公尺以內 我們一定是強迫距離 所以他就跟你一下進來 一下出去 一下進來一下出去 這個行為 已經不是普通的行為了 這種鄰居真倒楣 所以 我想說 這一個舉動 當然我覺得背後一定跟 東部軍區或許有些關係 他就是可能是行使一種 用 類似像民兵組織過去去干擾你 然後讓你去模糊 模糊我的戰略 我到底現階段是東沙 馬祖 金門到底是哪個地方 我在模糊你的戰略 我到底是 要目標是要鎖定你哪一個地方 可能發動局部區域攻擊的話 是那個地方他現在可能做的策略 就是一直要干擾我們 讓我們去做誤判 我們的軍力到底要怎麼去做最妥事的安排 他有可能是在干擾我們 要我們誤判 這就跟共機一直來溫水屬 清化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問一下這個石秋 你怎麼看光是從這個抽沙船背後 看到老共現在到底 他們背後的盤算是什麼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最怕自己內部的這個 有人去唱和這個 像這個國民黨昨天突然 拿了中國網軍的圖 然後拿來批了一個圖 而且把這個毛澤東的頭 換成了這個蔡英文的臉 結果這個圖片出來之後 國民黨還說 他是為了這個言論自由 去做這個圖的 但是不是我們批喔 法國學者外國媒體 看到這張圖反批國民黨很可悲 還建議國民黨要搞清楚自己的歷史 你們要負責任一點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但是國民黨不但不反省 最新的說法是 這是合理的文宣 我們這個文宣是為了挺言論自由 竟然被綠媒酸民來做政治審查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國民黨到現在 為什麼這個事情上 他是這種說法 他的謬誤到底在哪裡 而且我想我們從兩個角度來思考 一個是從國民黨角度來思考 其實在國民黨黨史會非常清楚 跟中國共同黨 國民黨長期有打交道的經驗 但是這個經驗都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下場都是非常淒慘的 1945年大家應該記得 毛澤東跟當時的軍事委員長 蔣介石舉行的雙十會談 毛澤東在會場外高呼蔣委員長萬歲 1945年的10月10號 原因是因為他叫你萬歲的原因是 我的武力比你小 等到1948年 徐棒會戰蔣介石的最後的兩張王牌部隊 黃維兵團和邱清泉兵團 在徐棒會戰全部毀滅的時候 蔣介石說我們來談吧 中共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這是今天台灣所有人都要記得的歷史教訓 談可以 毛澤東發表了一篇把戰犯交出來 第一個蔣介石 第二個李中仁 包括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從喜 包括孔宋家族孔祥熙 宋子文以及國民黨的高階指標 中將以上握有兵權的全部列列戰犯名單 這就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過去悲慘的一個教訓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從這歷史找到經驗的話 你今天不斷的向對方示好的結果 到最後一旦要跟你談判的時候 這個人交出來 這個人要去坐牢 完全就沒有 你除了選擇投降之外 你根本沒有任何談判的成果 照說是吳思淮交出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真的這是發生在20世紀 距離現在也不過70年左右 所以國民黨今天 我認為他必須挺身而出的 把自己國民黨在過去 國共內戰裡面慘痛的教訓告訴大家 唯一能夠獲得和平的方式 是你的手上有足夠的力量 讓對方知道你要付出非常嚴重的代價 和平就會繼續保留 來問一下這個小平 這個國台辦的發言人被問到說 兩岸現在是不是進入準戰爭狀態了 為什麼這個嚇著臉色慘白開始結巴 到底是有多麼恐怖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國民黨的這張批圖出來之後 到後面還在辯解 前言論自由是被綠媒酸民政治審查 把蔡英文的 把毛澤東的頭換上蔡英文的頭 這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這不倫不類吧 我先講國民黨的強 國民黨不是不能批評蔡英文 包含他的美豬進來 包含審查中天 就是你就一碼歸碼 你就在這兩個事情你施壓 你搞獨裁啊 你怎麼去跟這個蘇貞昌講 你不可以這樣幹 等等就可以 可批這個圖 有一點叫什麼你知道嗎 叫版權所有 翻印必救你知道嗎 就是別人的圖 你不必把它弄成這樣子啦 而且你知道國民黨現在 別人圖 中國網軍的圖啊 對 別人的圖啊 就把它拿來用嘛 然後不管是這個圖 還是不管以前我們起呢 我們國民黨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認為說只要是年輕就是對 所以找了一些 也不管年輕人的程度怎麼樣 所以那個數位諸葛 不是被罵得跟豬一樣嗎 就做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張綺承應該改一下 不管是這個圖 還是不管以前我們起呢 我們國民黨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認為說只要是年輕就是對 所以找了一些 也不管年輕人的程度怎麼樣 所以那個數位諸葛 不是被罵得跟豬一樣嗎 就做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張綺承應該改一下 就你要年輕化 並不是找所有的 會搗蛋的年輕人出來 只要是年輕人做了事 就是對國民黨加分錯 我覺得什麼事情還是要思考文學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呢 我覺得現在馬英 我覺得現在不管是馬英九 他們在集結你知道嗎 舊部 我跟你講第一個 因為以馬英九為馬首是瞻 吳跟馬本來也沒那麼好 你知道吳那時候選主席 三四年前是支持郝龍斌的 然後可是馬出來以後呢 吳還是講他七十歲 但他年華正盛 就是第一大將吳 好像馬吳又合體 副總統又回到總統的身邊了 第二就是書起兩岸的一種論述 第三今天新的叫做趙建民 趙建民就是馬英九時代的 入委會的副主委 他說了他怎麼說 他說進入一個戰爭的狀態 中華民國主權要從地表消失了 我就講這個就很沒意思 那趙春山跟馬也交好 他是淡江以前的教授 現在是名譽教授 他說兩岸沒有溝通 加上美國打反中牌 所以台灣就受害 然後很危險的 我特別要講一下 馬英九跟趙建民 這兩個是有官職的 一個是總統 一個是入委會的副主委 都很重要 馬英九說開戰即中戰 說美國不會來 美國一定會來 我不敢說美國會派兵來 美國一定會有 顧問團跟武器來 這是最基本的 美國不會 美國來不是 美國愛台灣 錯 是台灣丟掉美國糗了 因為通過台灣海峽 通過南海 通過馬六甲海峽 這個貿易量 還扯到台灣丟掉 不是只有美國跟台灣的事 而是第一個台灣的事 第二個美國 第三個是美 韓跟日倒霉了 第四個是 這整個 整個從這個全世界的運輸量 55%的貨運量 通過馬六甲海峽 跟通過台灣海峽 那這個是全世界 全球化的事 他不會那麼輕易讓台灣丟掉 美國要讓台灣 處在一個兩岸分裂的狀況 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我們完全不要誘致到 美國愛我們 我們也不會再愛他 重點是我們對你有多重要 你就對我們好一點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認為 然後呢 趙建民不是不懂這個 他就妄加 一直要符合馬英九的 這個派系的主張 他就講說已經進入 個準戰爭狀態 可這些人講這個話 對國民黨以後的 從重返執政的路 會越來越遙遠 我認為他們 都該節制發言 應該談談 維持現狀派 中華民國派的主流 民意的在想什麼東西 他們再發言 而不是遂行一己之目的 而造成 國民黨跟國家的 非常的為難 這樣我認為是 非常非常不好的 所以 隨便講準戰爭 隨便講戰爭狀態的話 這比 上一副剛剛講的 9596年的飛彈危機 其實差很多很多 好再跳 因為差很多我再跳回來 跳回來 為什麼國台辦那個 就糗嘛 因為老公沒有要打仗嘛 所以他30秒 那個女發言人就愣住了 而且 這記者 我問錯人 因為他兩個單位 是專門做白臉的 即使真的要打仗 兩個單位也不會回答你 更何況現在沒有準備 也沒有要打仗 第一個叫國台辦 他一年編了1600億台幣 做統戰工作 很多人拿到很多好處 所以國民黨的 或者一些偏紅的團體 你們拿了別人錢 不要做統一的工作 因為這個對中華民國主權 是有傷害的那些人 第二 然後第二個單位 你絕對不要問他們 叫人大的汪洋嘛 那是做白臉的海峽論壇等等 你問問胡錫進 問問環球時報 問問軍發 問問王滬寧的 我的中宣部 這個比較黑臉 為了他的黨 跟他的國家的 來做宣傳 不過問一下這個年晃 其實你看 國民黨做了這一張圖 他說這個是 綠媒酸民的政治審查 他居然把法國學者 叫做酸民 法國那個學者 人家是很有地位的 在這個學界裡面 然後國民黨立委 對於台灣想要邀 蓬佩奧訪台的時候 他也是唱衰 如果這麼高階的官員 來到台灣 那就代表美中撕破臉 就會變成政治核子彈 對台灣 他說未必有利 其實意思就是 對台灣很不利 而且這個你看 之前那個蘭茵的黨員 怎麼講呢 他才講說我們蔡總統 沒生孩子 就禍言子孫 但是他們口中的蔡英文總統 在前蔡謀總長李一喜明的口中 李一喜明跟過三個前總統 兩個前總統 一個叫蔡總統 一個叫蔡總統 跟我三個總統 在他眼中的蔡總統 卻是對國軍最用心的一個總統 他說我歷經了三任元首 我觀察蔡總統 他是最喜歡國軍的 應該也是國軍最喜歡的 不只表明他會當靠山 還親自送了奶茶麻辣鍋 來打動基層的心 尤其是最年輕的這一些 他說這些軍這個士兵 對蔡英文總統更是感動 然後他說他也對馬英九 提到的首戰集中 他說其實軍中很不滿 他說馬英九講的是預防能力 那不可靠 你不能期待中國的善意 來求和平 嚇阻戰力要靠自己 要有骨氣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有人來幫當然最好 沒人幫忙我也要救自己 這個是軍中的想法 但是他說他每次跟馬英九談 馬英九的想法老實說 跟軍方很不一樣 他明講 他說軍事實力 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馬英九口中不是這樣 馬英九是跟他們講說 我們現在都要跟中共 保持良好的關係 然後切換這個標把他們惹火 是這樣的意思 你怎麼看 這國民黨的這個 國民黨的部分跟這些 甚至是前參謀總統 甚至跟軍中的想法 甚至一般老百姓 怎麼會落差這麼大 其實你從幾件事情來看 就是說這幾年來 特別是蔡英文上任之後 國軍的形象 就是我們一般人民 對於國軍的好感度 有沒有提高 我舉兩件視角 第一件事情是今年初 我們的這個已故的參謀總統 沈一鳴上將 很不幸的殉職 你看看在台北賓館 有多少人主動去 這些人不會是動員的 他們主動去向他致意 這代表說 國軍的形象 的確 我們人民對國軍好感度 提高很多 第二件事情是前幾天 那個戰備州 從南投 這個雲豹甲車從南投冰枕中心 開出來的時候 旁邊有那個高中女學生拿著海報 說國軍我愛你加油 這個畫面我已經 大概幾十年沒看過了 而且幾十年前那畫面 有一些出自爭議 有一些是被動員的 我們平常心講 所以我光從這兩件事情 大概看出來說 蔡英文是不是最近 我不敢講有史以來啊 但是至少是最近幾任總統以來 第一個 對國防最重是 第二個 最受國軍愛戴的一位元首 雖然 她是唯一一個沒有當過兵的總統 因為她是女性 但是她對於國防的用心跟用力 的確是超越前幾任 至少超越馬英九 那可能也超越陳水扁 好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奠定了我們現在國防的實力 我們才可以去討論 這麼多事情 今天如果解放軍有把握 比如說如馬英九所講的 首戰集中戰 我跟你講兩岸現在 不是準戰爭狀態 叫做已戰爭狀態 因為他如果有把握的話 早就打了啦 我一直在講解放軍 不敢打台灣 並不是因為他考慮到 美國會介入或是說怎麼樣 解放軍到目前為止 沒有對台灣發動軍事攻擊 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沒有把握 在短時間之內打下台灣 那這個實力是誰的 是我們自己的 是我們自己的 你這個不是靠別人能幫助 能幫助 你說美軍要來 不管是美軍來 或是送武器來 他總要個五天一個禮拜 甚至半個月吧 如果台灣連這個實力都撐不到 那還打什麼 直接投降了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想這是基本觀念 那至於國民黨這些人 我覺得我每次看到國民黨 在講言論自由 我就覺得很想笑 1949年以來 請問在台灣哪一個政黨 唯一有打壓言論自由的經驗 跟前科 那個黨就叫中國國民黨 你要不要去問問葉菊蘭 鄭南榮是怎麼死的 你要不要去問問很多 因為言論主張只是言論 他沒有任何犯罪行為 被抓去關的 那是誰關的嘛 那就中國國民黨 你跟我講言論自由啊 如果沒有言論自由的話 你覺得國民黨這個推特還在嗎 不然你到中國去用推特用看看 而且他講言論自由 用了個極權國家的圖 對啊 這怎麼回事 你可以用推特 然後可以用這麼醜話 而且比喻非常不類的 去批評現任總統 而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為止 沒有人被抓去關 這不就證明台灣 是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嗎 你的無知跟可笑 正好印證了台灣是一個 非常有言論自由的國家 在中國講饅頭也被抓去關了 不要講饅頭 在中國你根本 連用推特的機會都沒有啊 別傻了好不好 還用推特咧 你還得很辛苦的翻牆 你才能用嘛 那至於吳思懷 我很想請問你 吳思懷你是領哪一國的薪水啊 是啊 美國國務卿龐佩奧來台灣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你怕共產黨不高興啊 共產黨不高興我們就不要做 你就是這個邏輯嗎 那你這邏輯跟馬英九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如果這個邏輯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軍備啦 那就反正就直接投降就好啦 老共最高興啊 對不對 現在你如果誰告訴你說 可以確保解放軍不會打台灣 其實真的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台灣投降 變成香港 他絕對不會打台灣 你都乖乖的他就不會打你了 所以我覺得吳思懷 國民黨的不分區 我再提醒一次國民黨 不分區是代表政黨 你們這樣子 這些東西喔 包含這一位黨員 那天我記得他是在這個 應該是雲林來的 他是在美豬的這個公聽會上面 在講的 我覺得這種錯誤 國民黨黨員不是第一次犯啦 就是拿單身啦 沒有生小孩啦 來作為一種性別上的歧視也好 或是這種身分上的歧視也好 請問單身有錯嗎 沒有生小孩有錯嗎 那女性有錯嗎 那你乾脆你就明講嘛 所以我就是看不起 架不出去的女人嘛 你就用白話文這樣講嘛 你的意思不就是這樣子嗎 可是你們口中的女人 卻是國軍最喜歡的 是啊 多諷刺啊 國軍 每個都是熊啾啾氣行行的耶 對不對 那難道你覺得這些人 會去尊敬一個 愛戴一個你看不起的女人嗎 所以我覺得這種國民黨這些人 就是不斷的在幫國民黨扣分 而今天 早上我們發生很不幸的事情 一架F51 墜機了 一位優秀的飛行員不幸殉職 就國民黨的黨主席江啟成 這不是黨員喔 這叫江啟成 他還在怪蔡英文 為什麼國機國造速度這麼慢 我們F51還在飛 江啟成你讀一點書好不好 那到底要怪誰啊 聽說他跟王定宇是一樣 都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嘛 對不對 一點專業好不好 請問你以為我們國際國造 是在摺紙飛機嗎 拿一張白豹紙摺一摺飛機 就可以飛了嗎 那你怎麼不去問問馬英九 馬英九那八年幹了什麼好事 高教基他馬英九幹了什麼好事 今天這個責任 馬英九要負百分之九十九 另外百分之一是意外 那你江啟成你都不敢講 所以我對國民黨現在真的是 我有時候真的已經懶得罵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黨連罵他 都覺得有點浪費時間 這個黨已經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就他們連你要當在野黨 你要批評執政黨 OK沒有問題 這個我都同意 問題是第一你要打對點 第二個你要用正確的比喻嘛 而且你這個東西你用的是中國網軍 我這懷疑說這個網軍是不是就國民黨自己人 搞不好就是他們的原創啊 搞不好就是他們的原創啊 假扮中國網軍啊 因為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中國網軍也不敢做這個 中國人誰敢開毛澤東玩笑啊 你開這種玩笑還得了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圖 很有可能是在中國以外的人做的 而不是真的中國人做的 中國人不太會去用這種方法 去開毛澤東的玩笑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竟然在這麼短時間都被國民黨做完了 那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馬祖抽沙船那個 其實我覺得中國現在使用的是一個 我稱他為叫狼群戰術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狼 在圍捕獵物的時候 特別是那種體型很大的獵物的時候 他沒有把握一次擊倒他 他會先包圍他 然後對獵物施壓 不斷的騷擾他 那讓獵物緊張消耗體力 等到獵物真的體力衰退的時候 就一擁而上就把他給吃掉了 中國現在就搞的 他不用正式的解放軍 因為他知道我用正式的部隊 來會引起國際間的撻伐 所以我就用一些 不管是剛剛講民兵船也好 或者抽沙船也好 甚至一些偽裝成漁船的 不知道什麼的船也好 其實在今年的10月23號 在澎湖的這個西級海峽 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10月23號就前幾天 有大概20幾艘中國的漁船 他們說我們要 因為當時海上東北季風 非常的強 大概10級的風 他說我們要躲 要避強風 進到這個西級海峽 因為那已經到我們的限制水域了 結果我們的海巡署呢 也冒著生命危險 因為10級風浪說實在 那不是開玩笑的 硬是把他們趕走 用高壓水柱把他們趕走 然後這件事被中國媒體大做文章 說台灣海巡署太沒有人性了 躲一下風也不行了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 這裡偷海人 中國沒有氣象預報嗎 對啊 沒有的話我們中央氣象局 可以賣你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偷海人對於海象 是最敏感的 因為那是他們的命 他們的財產都在那艘船上面 對 你覺得他們會知道 石級風 是不適合出海捕魚的 他會故意趁著石級風來捕魚 然後跑到澎湖來避難嗎 欸 而且澎湖最敏感 對啊 那就是故意的嘛 中國這樣做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他利用這 又搞他的大內宣 你看這台灣的海巡署 你看多沒良心啊 多沒人性啊 你不要相信台灣都壞蛋 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 他試看看 他就像我剛剛講的狼群戰術 一會是正前方騷擾一下 一會是後方騷擾一下 一會是你的左方騷擾一下 他看看你的漏洞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百分之百支持我們的海巡署 海巡署很棒 除了派新北建去支援之外 以後澎湖建要常駐在澎湖 這種兩千噸級三千噸級大的海巡 就在那邊常駐 然後再配合行政院修法 罰款從五百萬提高到八千萬 徒刑從五年到七年 我覺得這個是該做的 只要誰敢越界 我們就依法執法 就很簡單 因為正常的國家 今天如果說這個國家的船 不是中國的船 是別的國家的船 我們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跟他談說 你們不能這樣 海底生態說實在 金門的被破壞 在廈門的也會被破壞 大家互相啦 因為海底是連成一片的嘛 我們可以跟他談嘛 但是中國他不會跟你談 反正這個以靈為禍嘛 反正我抽你台灣的沙 那我中國的沙我自己不抽嘛 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的政府 我們的政府就是強硬執法 用強硬執法來回應他們的騷擾 而且他們從金門抽的沙 是不是去蓋那個廈門機場 越蓋越出來 現在離金門是越來越近 然後我們金門土地還變小 這個怎麼能夠不小心 問一下這個定語 我們講到現在喔 真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這個又邪惡又壞心 又笨的一個對手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另外呢 偏偏在這個 台灣的這個國內 你看這一些人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網友 他們的感覺就是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就見不得台灣好 那你為什麼這些網友 會有這種感覺 你看看吳思懷講的話 蓬佩奧來 他說會震自核子彈喔 這個對台灣不好喔 然後呢 這個身為這個三軍統帥的 我跟你講那個沒有生孩子 會獲言子孫喔 可是我們的國軍 眼中看著這個總統 明明就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 見不得台灣好的 蓮勝文啊 最近不是 這個我們身在幸福台灣 不知道耶 一個禮拜之內 全世界確診 爆增兩百萬例耶 蓮勝文在這個時候卻說 我們台灣應該要 對外開放才對啊 之前不是還講嗎 不然的話台灣會變成 世界孤兒喔 你怎麼看這些人的說法 我該聽你形容 我們的對手是 又邪惡又壞 你就加一個又笨 這個很難形容 以為我們那看不懂啊 不是 我真的希望他們不要太笨 因為愚蠢的人 或愚蠢的組織 會做出愚蠢的決定 那不是就你講的耶 我先回到那個中共的 國台辦發言的那42秒 42秒到底有多長喔 又請你試試看 我們現在錄影 不要停機 42秒不要講話 我保證你觀眾都轉 你不要拿手指令 真的很漫長耶 不要拿手指令 聽太小 我們都站在台上過 你在台上卡住喔 不用42秒 度日如你 大概3 5秒 你就覺得過了好幾分鐘 是啊 那我們先了解一個基本前提 中共的記者會 唯一沒有新聞自由喔 中共沒有自由採訪這個事情喔 你以為像台灣 我我我我要問 又起我要問這個 那個不是隨便你問的 誰可以問 要問什麼 黨叫你問什麼就問什麼 要先對好的 你有時候在那邊舉辦 一天不會就是 就不是你嘛 人家有安排要提問的人 所以通常問答問答 都說好的 那昨天這一場我就 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況 對啊 他問的問題喔 其實那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檢討台灣 我們台灣有一小群人 恨不得解放軍 巴魯軍打過來 嗯 老公都不要嘛 你知道一天講說 準戰爭狀態喔 他傳去問了 問了國台辦發言人說 欸 根據這個台灣 他講台灣都講島內了 某個學者 造學者 他說現在是準戰爭狀態 還有八個要件 嘭嘭嘭講完了 你怎麼看 你知道嗎 他前面5秒在想 老闆沒有交這一題耶 然後開始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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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翻到第42秒投胎起來 我們先問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這透露多少重大的訊息 非常重大 那國台辦發言人卡在那裡 那這一個準戰爭狀態 一時沒有答案 那你告訴我 他們的最高決策者 最近有準備打仗嗎 你要打仗前 你所有挨的美敦書 所有的東西要準備好嗎 這個卡住是可以這樣來看 習近平才剛講到全面備戰耶 天啊這些人 習近平的話都沒記在耳裡啦 等一下我要偷打鍾小平 我一定不會講說 鍾小平我全面備戰 全面備戰 他講也沒有真的備戰 你都已經 所以這42秒都被幹過啊 他把狠話一定要先講 狠話 弱者勢以強 都戰術 孫子兵法也交了很多 我如果要攻擊鍾小平 我如果真的要打到他 我一定都不講話 突然間貓一下我就跑 自主人保護有那個隔板 你會連這隔板一起拿一盪下去 那我現在反而擔心那個記者啦 大概很久不會出現在那個採訪室了 對好的東西你問了別題卡住了 這是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是發言人有答案 自己卡住了 反正這兩個人有一個犯錯 可是在這邊導引出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引用台灣馬英九前政府的 陸委會副主委 這擺明了外銷轉內銷嘛 你不覺得最近有一群人齁 有一群人 你這該講叫什麼 有一群馬的馬團隊 馬團隊 他們最近都在做 馬英九蘇起吳思懷 這個蔡德勝 加上這個趙建民 這個趙建民不是做人女婿那個 這個是馬英九的陸委會副主委 前陸委會副主委 他們都在講同樣的事情 我們已經講很多次了 你大概都聽得懂 他第一個講台灣的國軍很爛 第二個解放軍很強 第二個美軍來了生鏽了打不贏 最後一個美軍不會來 美軍現在有跟日軍有將近五萬的兵 在我們北邊演習 台灣海峽現在已經固定每個月 這個飛彈驅逐艦 每艦巡役一次 你一直講他不會來 你到底是在幹嘛 你非要他把船開到岸上來 才證明他來嗎 所以我就說我們台灣保護自己 當靠自己 但有朋友來幫忙 當過總統 做過關的人 可不可以留點口的 人家都在那邊跑來跑去了 一下南海到印度洋 馬上折回 9號在南海演習 重大傷患 開到印度洋 11 12馬上折回來 三天來到東沙附近 然後現在是這個 瑞健二十一演習 他有他的意義嘛 可是這一拳 就一直在講這個事 講這個事 那講這個事為什麼 因為這一場仗 正常來講 中共如果要打台灣必敗 所以他不能打 唯一的條件 是台灣自己 失去戰鬥意志 或台灣自己沒有信心 自己垮了 看到解放軍來就投降 我曾經看電影的 那個美軍 已經 上了洛曼帝之後 順了 在路上 可以三個兵拿著槍 就看到一群德軍投降 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美軍也是啊 我人比你少 槍炮比你少 看到你我還剉三下的時候 手通通舉起來 投降 他就是失去戰鬥意志 一個國家失去自信 一個國家失去 對自己軍隊的信念 信心 你多強都沒有用 馬英九當過總統的 前執政團隊 現在不在幹這個事情嗎 那講完之後 哇一下環球時報引用 一下呢 國台辦的記者會 有拿出來提 這到底是誰 外銷給誰啊 背面好像有一個 看不到的手 在操作 那這兩天戰備 在戰備週的時候呢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 22歲 姓輔 那個大輔愛護 不是啊 輔尖的輔 這位輔小姐 她很有意思 她很年輕 她蠻高的 然後呢 她是藍陽師 我們的M60A3 大概50噸以上的 這個戰車 她是駕駛兵 她是駕駛下士 然後呢 她只講一句話 人家說 你開這戰車 你還是開戰車 而且她要把下面 裡面有個60公斤的門 要能夠獨立打開 鑽出來 你才有資格在上面 那這一位 這一位 這個 駕駛兵 駕駛士 人家問她說 我們國軍跟共軍 這樣子 你有什麼想法 一個22歲的年輕女 女士官 都曉得會說 台灣不會輸 對 我們訓練很精良 你們那個吳思淮說 一天就在營門裡面 叽叽就掛了 蘇琪說 一天國軍就會投降了 你們看看這些 這些年輕人 你慘不慚愧啊 人家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 在保護自己的國家 所以 事實上 目前戰爭的狀態是 沒有跡象 運捕集結人員移動 沒有 中共目前沒有能力 渡海來台 成本太大 而且不會勝 唯一的打贏的機會 就是台灣內部垮掉 現在誰在幫他內部垮掉 一個一個把他點出來 看清楚嘛 另外 各國來台投資 微軟是瘋了嗎 他又再投資3000億 這地方要打仗耶 你是笑的喔 人家那個國際投資評估 裡面的第一項 就是有沒有戰亂風險 人家評估過了 台灣的股市房市 會市 我們台幣在升值 所以 所有的跡象就是 我們對自己國家有信心 然後我們的部隊 在這三四年內 不管是操演 或者軍事力量提升 是有實力的 我們相信他們 你看這個 今天不幸失事的 這位上位 他1月1號就要升少校了 他就是升少校之前 有些時速 訓練要補足 他女兒才1歲多啊 我不知道他最後那一刻 是不是要迴避 他起飛一分鐘 大概左右就知道引擎故障 引擎故障到底什麼原因 等調查報告 因為這飛機太老了 也沒有黑盒子 然後呢 到兩分鐘的時候就墜毀 這短短的兩分鐘 他努力的想把這台飛機救回來 他想到的是不要 砸到下面的老百姓 他搞不好沒有想到他1歲的女兒 就沒了 所以 當這些人在努力的時候 你講出這兩位 一天就投降的人 該不該去死一死算啊 什麼樣的官啊 做過這麼高的權貴 你不如一個上位飛行官 不如一個下士 那個戰車駕駛士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樣的狀況就是 我們國家開始對自己有信心 今天彭博社也看出來說 天啊彭博社 他的標題就是200天 200天 這個地方沒有本土病例 envy of the world 讓這個世界羨慕死了 那個地方叫做台灣 我們有缺點啊 包括民進黨執政也有缺點 我們有做不好的地方 可是我們這國家真的越來越好 可是有一群人怕我們太好 拼命的扯後腿 其中我講 我昨晚看到連勝文 那我實在忍不住 寫一篇文一丟出去 我網路都一堆人來回響 連勝文講什麼 啊防疫成功又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當然啊 廢話 啊不然你的功勞嗎 防疫成功真的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也沒有人講是一個人的功勞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你們這種人沒有功勞 而且在扯後腿的痕跡上 你們的痕跡都留下來 一月底口罩不夠 我們認為應該先救自己 再幫別人 188萬片每天不夠嘛 是哪一群人跑出來說 沒二天流 應該外銷給中國 然後二月份我們用機台 把我們拉抬到 慢慢拉抬到最後可以 一天超過千萬片的時候 一片五塊 大家記不記得本來在超市在賣 後來超市亂了 趕快改到藥局 那時候決策很快 五六天後 改到藥局 用健保卡實名制來領 然後剛開始 一個禮拜兩片 到最後是十四天九片 你們這一群人 這一群媚共也好 或者看不得台灣好的人 那時候他講什麼 五塊好貴喔 哎呦五塊太貴了 現在你講五塊很貴 去看看現在自由市場 是賣多少錢 然後呢 到了 我們好不容易 把邊境管好了 就在那邊講說 應該開放到武漢的人 來就醫 開放讓 還有說 讓我們滯留中國的台灣人 趕快回來 那個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那時候還弄出一個包機事件 有沒有 現在這傷誰啊 後來我們邊境管理不錯 後來就變小民 中國籍的人要來 會讓他來 讓我們準備好 中國學生要來 然後六月份要紓困了 發現金 明明現在證明了 現在證明用三倍券 經濟效果好很多 現在各縣市政府都拜託 再來一次144億的三倍券 這一拳全部通 從頭到尾訪問到底喔 然後我們現在邊境管理對了 我要普篩 就普篩在彰化證明了 你錯了 那 全部都現在站出來說 哎 防疫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那連勝文們 這些權貴們 你現在要表達什麼意思嗎 不過當然啦 大家也很關注說 將來美國總統呢 不管是拜登當 或者是川普當 那對台灣的這個影響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 在民調裡面呢 台灣人一半以上都很希望呢 川普最後還是能夠當選 那現在情勢看起來呢 川普真的選情大好嗎 好 最近拜登的這個醜聞 連環報之後呢 好幾份美國本土的這個民調 都顯示拜登跟川普兩個人的 這個民調數字 是拉近了 更加再加上了好幾個周 現在原來是可以反悔 然後重新投票的 學尾這個 到底對選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先強調一點 美國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拜登當選 為中挺台的態勢不會改變 這個是已經成為一個定律了 你一個國家的一個政策方向 要改變的話沒有那麼容易 可是我先講回來好了 國民黨最近幹的這些事情 我真的是越看越火大 讓人家真的很生氣 大家講說這個網軍PO這個圖有沒有 他們竟然是回說這是合理文宣 是言論自由 我跟你講很多的言論自由 不可以逾越那條界線 你說今天毛澤東是什麼 是一個獨裁者 是個大魔頭 殺多少人對不對 真的 台灣是什麼 蔡英文總統是民選出來的總統 民主制度產生的總統 為什麼可以跟大魔頭做連結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國民黨不是一直講說要國際觀嗎 什麼叫國際觀 你在外國在歐洲 在美國 你把它弄成納粹看看 對不對 外國人只要跟納粹 跟希特勒連在一起的話 你會打入18層地獄 你會永無翻身之日 這才叫國際觀好不好 所以就覺得說 國民黨不要再硬拗了 所以外國為什麼講說 你們真的是很扯對不對 人家都覺得說可悲 你連毛澤東是什麼樣的 都搞不清楚 好 那我再講一下 吳世外今天講說 他昨天不是講說什麼 這麼高階官員過來 政治核子彈 我的對照說 這也同樣是退降 我們的李喜明前參謀總長 對不對 海軍出身的這個 他去年才除役 對不對 同樣是退降 為什麼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會差這麼多 我們看到今天F51 不幸失事對不對 其實F51跟台灣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對台灣人的感情之深 你知道嗎 若瑟羅浦公司當初在發展 F51這個戰機的時候有沒有 他在全世界算是 生產銷量最大的一個戰機 超過2000架以上 所以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開F51 F51跟台灣為什麼關係這麼緊密 你知道嗎 記不記得當初中美斷交 就台美斷交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不是有自強運動 每個人一人一元要捐獻有沒有 老百姓集結這些錢的話 買了18架F51 所以而且他在捍衛台海 捍衛台灣的話 長超過半個世紀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F51對台灣人的情感 是很深的對不對 那你如果你看 今天這個飛行員對不對 這個上位 你看他飛的過程之中 他也知道這個飛機很老舊 雖然我們之前很多顧牆 很多加強計畫什麼東西的話 可是畢竟這是老飛機嘛 那你今天飛的話 出來操演的話 他也知道說危機一直很大 危險很大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為了要救 不讓這個飛機造成陸地上 一些傷害的話 他明明把它轉到海洋上 海面上 所以就跟你講說 對照這些退降 有些退降 為什麼不乾脆再暫時在沙場上 對不對 你這樣訓職也比較光榮 當軍人就不要怕死嘛 幹軍人幹什麼 所以跟你講說 今天你看對照我們F51的這個飛官 所以就覺得說 這個有時候我們真的是 當然演習四同作戰嘛 難免會有些傷亡 我還是那句老話 政府你應該要做到輔恤 完成輔恤 而且是重優輔恤 對於他的家人的話 也要派員專門去給他慰問 去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講到這個 F51講到美國的選舉 這個美國大選的狀態 今年的選舉真的是詭譎多變 你看光一個拉斯木森的民調報告 從262728三天起來 你看得出來那個民調 你贏一天我贏一天 而且更誇張的這個數字 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剛好是兩個對兩個百分點 你看今天川普贏一個 這一天就輸兩個 這天又贏一個 所以你看來來回回 都在誤差範圍之內嘛 對不對 這個數字贏投稿就好了 不用不用再去做啦 花那麼多錢 可是你看他們很詭異的是 IBD TIPP的民調 我們一直在講IBD TIPP 為什麼 因為在四年前的話 它是唯二兩個 預設川普會當選的那個民調公司 他的民調告訴你說 他這次說實在話 大家就在講 之前我們都在講說 你做這個民調 大部分都是在那個都會地區嘛 都是一些高知識水平的人 那這次就跑到鄉村地區 去做一些鄉村民調 他告訴你說 72%的選民認為說 鄰居啊 我的鄰居啊 會投川普 會投川普 這是很好笑 為什麼去做鄰居 我也搞不懂 那為什麼不乾脆問說 那你到底會投誰 可是福斯新聞也告訴你說 現在民調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從那個 拜登的那個 醜聞事件 對 杭特他們家族的 一個醜聞事件 開始之後 民調真的是 從10月初 已經開始慢慢在縮小 當初有14的 也有10的 也有12的 各種不一樣 反正就是超過兩位數就對 現在所有的民調差距 都已經在一位數裡面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趨勢是維持不變 那更誇張的是 我們之前講過主流媒體有沒有 都全部都討厭川普嘛 都一直在封鎖川普嘛 一直抵視他 可是這次波士頓先驅報 這個百年老報有沒有 他四年前是沒有押保的 他一向都是中立的 今年他也說 他挺川普 為什麼 他挺川普 他說川普符合美國時下所需 採取果斷的行動會 帶領我們重返疫情爆發前的實力 就跟呼應川普的那個選舉 進行口號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讓他美國再次偉大 那這個電影我們 那個延燒之後 說實在話 天天都有新的出來 那現在已經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今天又有錄音檔出來 這個航特他就講說 說你看 他跟葉簡明之間的關係 是好到什麼地步 葉簡明買了一個新的公寓之後 就來找他去當客人 還親自為他做午餐 今天是什麼樣的重量級人物 我可以幫你做午餐 所以表示這個 他跟葉簡明之間的關係肥淺 那你看葉簡明從2018年 就失蹤到目前為止 還不知道下落啊 為什麼 當初我們也講 就是因為他有一些掌握 航特的一些東西 被葉簡明有沒有 在下面的人流露出去 所以那個誰 習近平親自下令說 這個葉簡明一定要把他抓起來 看能不能追捕 追出來說所有的這些 包括這些緊密的資料有沒有 很機密的資料 能不能把他找回來 那個巴布林斯基也出來講 這就是航特的合夥人嘛 拜登的家人看是毫不擔心拜登 是因為涉入 航特海外生意而為期總統之路 他當初是認為說 你看做那麼多壞事 如果被抖漏出來的話 那你總統還保不保 竟然可以告訴他說 這用合理的推伍 我們就全身而退啊 因為他們今天並非 就像航特講的 他不是葉簡明 華信人員裡面的合夥人 他沒有合資關係 也不是任何的資源 可是他可以動用 他裡面的很多的費用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真的是吃人吃貴 賣得那麼麽 我今天沒有在裡面 任何的職務 可是你的錢 我是可以動用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事情會不會影響到 很多的問題 後續發展 當然我看 現在已經慢慢的在發酵 只不過時間來不及 來得不來得及 可是我又要講回去中國問題 五中全會現在正在召開 對不對 最近石家莊 石家莊離北京也不大很遠 那是河北省省會 出現了幻日現象 幻日現象 我們知道說 今年從二月開始 中國大陸真的是 內蒙古 新疆 青海 甚至吉林還有海南 都出現幻日現象 就一再的告訴你說 這個中國問題很大 因為開源戰經裡面就講說 兩日並出有沒有 就是兩個太陽一起出來的話 就是諸侯有難對不對 諸侯要有那個問題了 就是國將滅亡 就告訴你說 天無二日對不對 人無二足 所以你看 你五中全會開到半天的時候 才開沒幾天 石家莊就出現兩個太陽 就告訴你說 習近平真的 你要考慮看看中國內部的問題 我一直在強調說 習近平這一次五中全會 真的太詭異了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畫面 沒有任何影像 沒有任何說明 那你到底在開什麼會 全世界都矚目的五中全會 因為竟然沒有任何的報導 就表示說 你裡面真的搶 到底搶到什麼問題 那我再講回來 那個川普的選舉 我們大家看民調看不懂 對不對 那大家就會紛紛想到一些 很好笑的問題 賓州不是搖擺州很厲害嗎 大家現在又講說 賓州過去有一個叫做 羅修烘焙店 有沒有 他們裡面就講說 他們有一個叫做 餅乾界的章魚哥 他們只要看這個餅乾做出來 你看那紅色的就是共和黨 就是川普的餅乾 藍色的就是那個 拜登民主黨的餅乾 他們四年前成功的預測 就在之前我們講 義烏指數賣什麼 章魚小物的 這是這個餅乾界 章魚哥也有預測 他說最近到目前為止 買川普的餅乾 有一萬三千多片 那餅乾不便宜 你不要看這個餅乾 人家講說這個很難吃 就是這個一片要美金 美金五塊錢 這麼快 百幾塊 那吃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吃不下 他買回來 所以為什麼買這個餅乾 幹什麼 要做紀念 你看川普的銷售 已經一萬三千多片 拜登就三千多片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也是覺得川普 應該是從 除了民調之外 各方面預測的話 川普好像都會能夠連任 不過結果真的是 是十一月三號 臺灣的時間十一月四號 我們就可以看到結果了 不過從臺灣的國家利益 出發點來看這個美國大選 問一下這個年況 你看之前這個民調裡面 就有顯示說 現在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民眾 都相信拜登家族 跟中國之間 有不當的利益關係 然後這個錄音檔 越曝越多的時候 你看連Hunter在郵件當中都說 我就是華信人員的常務董事 我愛顧誰 我愛開除誰 我就可以做決定 而且我愛報多少帳 他們就得審核我報 我要多少錢都有 然後你看 而且華信人員公司是怎樣 他是解放軍 非常大的供應商 這個關係之緊密 然後現在還講出來說 這個華信人員這個董事長 這個百億大富豪 竟然親手動手為他做午餐 新公寓他還是第一個客人 然後大家也 其實這個美國媒體 其實還從這些事件去觀察 拜登上來之後 對臺灣利益有什麼樣的影響 拜登現在他的這個 這個背後的幕僚 都是以前歐巴馬的幕僚 這代表一個什麼樣的意義 最近出現的資料 至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家族 特別是航特 跟中國有非常深的利益關係 而這個利益關係 是不是完全合法 可能有待進一步司法調查 第二個就是說 拜登完全知道他兒子在幹什麼 非常清楚知道他兒子在幹什麼 對非常清楚 那所以呢這個是美國的選民到最後投票前 讓他去必須評估的事情 那我們如果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你的家族在中國有龐大的利益 然後呢如果有一天你掌權 你當上美國總統的時候 你在對中國該印的時候 會不會印不起來 這是一個人性很極大的考驗 那拜登身邊的確就是傳統民主黨的 當你的家族在中國有龐大的利益 然後呢 如果有一天你掌權 你當上美國總統的時候 你在對中國該印的時候 會不會印不起來 這是一個人性很極大的考驗 那拜登身邊的確就是 傳統民主黨的建制派的一些幕僚 包括如果他當選的話 可能當國務卿的人 也都是非常傳統民主黨建制派 那建制派跟川普 最大差別在哪裡 他們兩個人在處理 就建制派跟川普 在處理這個外交事務 其實大家回顧一下 2016年 川普剛當選的時候 其實國務院跟川普處得並不好 國務卿就換過好幾個 因為國務院是管外交嘛 那美國國務院傳統就是外交的建制派 那他們就覺得川普 你這個你都不按牌理出牌 你想到什麼就要做什麼 我們建制派是講鋪陳的 那川普就覺得這樣太慢了 所以他們一開始處得不太好 一直到換上了Bombeo之後 兩個人好像這個如魚得水的感覺 所以川普也花了一點時間 那川普的個性 用我們台灣話講的 比較有殺氣 他比較喜歡玩笑話 不管我手上是一對小二還是三隻A 反正我就跟你笑話 有種你就跟 不敢跟這一局我就贏了 川普有一點點這種個性 那拜登比較建制派 而且你要知道拜登的出身背景 拜登是基層起家 白手起家 靠著自己拼拼到能夠有今天 通常這樣的人 他在有一定的成就之後呢 他會比較 循著既定的規則在處理事情 因為他比較不敢去打破常規 所以如果假設 川普當選我們講 就如果連任的話就不用講了 大概對台灣就是延續過去四年的政策 那如果拜登的話 我同意就是說 整個美國對中國的大戰略不會改變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 他不是說換總統就會換 像比如說在1979年之前的美中關係正常化 其實也走了大概十年的時間 才進入到美國跟中國建交 然後一直走著走到現在 那從歐巴馬的第二任任期開始 重返亞洲 但是歐巴馬對中國還沒有強硬起來 但慢慢的川普開始 其實那個從歐巴馬的第二任任期 也就是大概差不多八年前 那個戰略已經開始在做一些微調 在轉變 那到川普就很清楚 整個印太戰略很清楚 拜登如果當選會延續這個戰略 但是他可能在很多事情的優先順序上 跟他設定的這個對手 可能會不太一樣 譬如說現在美國呢 是把這個中國當為 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我們不要講敵人 叫競爭對手或是威脅好了 但是拜登在公開受訪 他講說是俄羅斯 這個就會有差別囉 因為你牽涉到美國的國力 大多數要拿來對付哪一國 另外一個 大概在我們台灣比較關心的 比如說軍售啦 或者是說BTA等等 還是會做 因為大戰略不改的話 他還是會做 只是說做的程度會不會如此密集 還有腳步夠不夠快 對 比如說來台灣訪問的光源 會不會到國務次星這樣的層級 還是說回到以前派一個次長 副部長來 這個都是拜登有可能會做的一些調整 但是我比較擔心 拜登的一點是說 他在BPM論的時候講 他說 他要把中國重新拉進 國際的秩序跟規則裡面 我覺得這一點 再加上如果他講說 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的話 這兩件事情湊起來 我是有點擔心 拜登如果當選的話 如果他真的不顧一切 去改變了這個川普的包含封鎖 華為貿易戰等等的 這樣的政策的話 可能會對 第一個 會讓中國得以喘口氣 會讓中國得以喘口氣 第二個 對台灣的影響的話 可能對於台灣 在重返國際社會上 可能會產生一點點阻力 這就是大家最擔心的事情 對這是大家其實很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擔心的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支持川普 是因為大家覺得 川普對台灣好嘛 對不對 就覺得川普對台灣比較好 所以我們當然支持你們 正常人之常情 對 這是站在台灣的 國家利益的出發點 對 那這個是台灣最擔心的事情 所以 其實 我倒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我知道 我們的外交部裡面 或者說我們的政府的高層裡面 其實在兩黨都有朋友 都有朋友 而且 其實你如果就 傳統來講 民進黨其實傳統跟民主黨 是比較好的 應該是國民黨跟共和黨 比較好 可是這次選舉很奇怪 國民黨挺拜登比較多 川普比較愛蔡英文 對 然後民進黨當然是沒有人表態 因為現在執政黨也不以表態 但是這次選舉 讓我覺得有點錯然 覺得奇怪 同樣屬於比較保守陣營的 國民黨 他這次突然挺那個 比較自由派的民主黨 就很怪 但是你說預測誰會贏 從民調上來看 我先不敢不講絕對數字 我講那個趨勢 最近兩個民調是在拉近 這是事實 那自己說川普能拉到多近 那就看他最後的本事 還有另外一些觀察指標 我覺得很有趣 比如說登記的這個公民 因為美國是沒有所謂的戶籍的 台灣的選舉是很簡單 反正你只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時間到了投票通知就寄給你 美國是沒有戶籍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選民你想要去投票 你必須先登記 那我才知道說你有沒有投票權 那他登記 可以說我登記共和黨 我登記民主黨 就美國整體來看 這一次登記為共和黨的選民 他的增加的比例 比登記為民主黨的 要稍微多一點點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共和黨的支持者 他的投票的積極度比較高 投票意願比較高 那現在提前投票已經大概 快接近登記選民快一半 已經大概七千萬投票 那照民主黨 或是他們做出口民調 還是覺得說 好像提前投票的人 民主黨比較佔優勢 可是現在又很奇怪 又有15週說你可以重新投票 那重新投票的人 一定不會繼續投拜登 他一定會換一個人 那當然就是跑去投川普 那這一來一回其實就是兩票 就拜登少一票 川普多一票 再加上美國 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 選舉人票的制度 所以說實在的 台灣時間11月4號 我認為應該票還開不出來 搞不好會開個三五天 才開得完 真的你真的這場選舉 我認為不到最後票開出來 很難判斷誰會贏 博鑫問一下這個義夫 這一次大家很關注的焦點 就是因為拜登家族的醜聞 連環報之後 確實在這個推特上面 甚至是在Google上面 有很多人在問說 我可不可以更改我的選票 那目前為止 有15週可以更改選票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常常講關鍵週 裡面有六大關鍵週 是你可以在這個投票日當天 把你之前投出去的通訊選票 抽回來 但是你必須親自去投票的 然後目前為止的這個關鍵週 以賓州為首 那這個狀況如果下去的話 當然佩芬姐昨天 就正面前鄭佩芬 昨天也特別提到說 如果當初有些選民 你是花了三個小時去排隊 投這個票的 你現在願不願意再花這些時間 去更改你的投票 那還有就是這六大關鍵週 有多少選民會抽回這個選票 重新去投這一票 你怎麼看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也常常在講說 現在美國選舉 是不是很可能有這個 隨時可能翻盤了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情勢 台灣當然你在情感上的反射 大家就是說 因為兩岸的緊張關係 你在情感上的反射 投射台灣人民的投射 會偏向於川普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現象 但是我覺得我聽了 大家都說主戰略 大概兩國之間的主戰略不會改變 我覺得中美不會改變 中美不會改變 反中跟挺台有沒有關係 他不是必然等號 他不是必然等號 反中等於挺台嗎 這是一個大問號 現階段我們的情感反射是 川普反中是挺台灣的 那拜登裡面你看得出來 他不管在世界日報 在他的說法上面 反中對台灣的友善程度 你似乎也看起來好像 他們的反中好像也是挺台灣 因為在這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你反中反到什麼地步 台灣你挺台灣挺到什麼地步變指標 你挺台灣就表示你反中 但是問題選後呢 選後的反中會不會是挺台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賣武器賣給我們武器 當然我們看到國會同意 或怎麼樣 我們就覺得是一件好事嘛 增強了我們保護自己的能力 那請問一下誰送到國會的 川普總統 那下一任總統會不會像現在這樣呢 拜登一定說我們需要的武器 他會像川普這麼快速這樣送到白宮去嗎 其實光這一件事情的差別就有多大了 就有多大 這就是我們最疑慮的地方 他就有多大 那川普當選以後 他還會不會這樣的賣武器 其實我也是問號啦 我也是問號啦 當然情感投射會比較希望川普啦 那當然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美國已經做了很多民調 相不相信拜登家族的事 對 有超過五成以上相信 但相信跟會不會投是兩回事 因為我相信但是我會不會投給川普 那是兩回事 那是兩回事 因為拜登有很多的支持者 並不是很熱很熱弱的民主黨的支持者 或是拜登的崇拜者 是我非常討厭川普我才會支持拜登 那現在拜登被拜登家族 包括他兒子搞成這個樣子 當我相信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拜登也很差 我也很討厭川普 我不投了 我不投的話 拜登的票就會變少 那川普的機會會更大 所以現階段我們就在看 還沒有登記為選民 還沒有去投的人 到最後實際投票數多少 我覺得那一個會不會變成一個 很多人因為錄影影像的出來 跟錄影錄影黨的出來 對拜登家族的不信任感 到最後我不投了兩邊 我不喜歡川普 但我不信任 開始不信任拜登 我都不投 那如果說是搖擺州 這個現象很多 我覺得川普 越來越有 他會有逆轉的可能性非常大 問一下這個定義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情勢 尤其現在這個TIP民調出來 有72%的民眾覺得 我鄰居會投給川普 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我早就提過 這一次民調很有意思 問自己拜登的支持度高 你隔壁的 都倒川普 民調是怎麼做出來的 新方法民調有一個 比較常拿出來講的 叫ASI大數據 傳統民調就打出來問你的態度 我最多在問項上作弊 誘導 但那個大概平均數可以抓得出來 這一塊大概傳統民調 拜登領先川普的3%5%到14%5%都有 那ASI大數據這個民調呢 他就很有意思 而且他也準過喔 他是這樣子 像他最近做的一個美國的大數據說 在這個杭特的事情爆發前 在網路上搜尋 搜尋偏民主黨媒體 跟搜尋偏共和黨媒體的量的差距 跟這個州是共和黨州民主黨州有符合 可他發現從杭特門 杭特這個 他過得太快樂了 他就每天這樣過 他這些事情 屆事屆端啊 或者一些我們覺得不堪的事情 我沒辦法證明是真假 就這個事情爆發出來之後 他們趕快用大數據去抓 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網路上去搜尋需求 就需要民主黨 偏民主黨的媒體的需求量 跟需要偏共和黨的媒體的需求量 共和黨的開始拉開 而以往這個去驗證選票支持度 是會準的 所以ASSI大數據就預測 川普會贏 現在最關鍵的剩下八個搖擺州 佛州 佛羅里達州有29票選舉人票 是加州以 加州不是搖擺州 佛羅里達是搖擺州 所以這29票是夭壽重要的 結果他們就發現 這個韓特的事情爆發前 其實這種媒體搜索的量差別不大 所以彭博請英負責佛羅里達州 兩邊打的其實很難分得出來勝敗 結果韓特事件爆發出來之後 搜尋偏共和黨資訊的量開始往上走 而且越來越拉越開 所以ASSI大數據說如果沒有新的變化 佛州會被川普拿下來 29票 佛州太重要了 賓州 賓州其實是拜登的故鄉 他家住那裡 賓州是搖擺州 拜登之前是領先 那我上次在節目也講 他因為講要把石油公司關起來 賓州就已經有變化了 後來這個ASSI大數據就去看了他們 就爆發韓特事件之後的資訊需求的源 這不是民調喔 這是扎扎實實的行為學 發現賓州 川普可能拿得下來 然後其他俄亥俄州啦 密西根啦 北卡啦 亞利桑那州 威斯康辛 Iowa 都有類似這樣分析 所以他根據這樣分析 這八個州總共有125票 選舉人票 川普在這一次 搞不好又贏在搖擺州 對 然後其他俄亥俄州啦 密西根啦 北卡啦 亞利桑那州 威斯康辛 Iowa 都有類似這樣分析 對 所以他根據這樣分析 這八個州喔 總共有125票 選舉人票 川普在這一次 搞不好又贏在搖擺州 對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 這一次是傳統民調 跟新型態民調的比賽 對 甚至去問鄰居支持度喔 這個也是傳統民調的新問法 對 那你就發現得到的答案 川普跟拜登都是相反的 所以這次輸贏下去喔 對 以後民調市場是誰活下來 馬上清楚了 另外呢 美國有一個媒體喔 叫做什麼 Old Abuse Old 叫做 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是 兩個老人在互相虐待對方 老虐虐老 其實這一次應該是一個過動 跟一個不動 的候選人 在對決 在最近幾天的行程 拜登公布出來 他跑過的 他已經不跑了 對 各州都不跑了 他只跑搖擺州 而且都只跑兩次 回家去賓州十次 因為賓州很重要 而且是面子問題 你知道我在看 27號喔 川普在10月27號 光賓州 就三個點同步造勢 然後完了之後 就飛到Arizona 到內華達 到威斯康辛 到密西根 到內布拉斯加 所以每天準備五場 所以一個現任總統 跑成這樣子 跟一個準備攻頂的 未來也可能當總統的拜登 拜登現在是集合專家說 我們來研究一下 政策怎麼做 我們來看看 這個防疫該怎麼處理 這兩個 選法是完全南援北側 又是一種輸贏 最後一個是 中國跟俄國的輸贏 因為拜登說 我們的敵人威脅 是俄國 川普說沒有疑問 是中國 那你覺得這兩個國 面對世界上 這麼重要的經濟體 這麼重要的軍事體 也是目前至少 還是世界霸主的美國 把自己定成最大的威脅 那兩個人算動算 對這兩國影響很大 所以俄羅斯跟中國 這一次的大選 有角色 也一直被人家抓到 透過不正常的手法 去操弄他們國內的輿論 那誰操弄的手法比較強 我覺得應該叫金正恩出來當裁判 因為金正恩是他們兩個架出來 出來裁判 這個比較厲害 所以這一次的 美國的總統大選 嚴格來講到目前為止 可以看出輸贏的 應該是屬於巫婆那一類的 沒有人看得出來 但是這一次選舉 會影響幾個結構 比如說我曾經問了 某一個專門在研究美國選舉 我說請你告訴我 你們都講拜登川普兩個當選 其實對中國的態度差別不大 我就問兩個問題 這兩個分別當選 請你告訴我 那個繁榮經濟那個網絡 VPN會不會還一樣存在 他就定了 亞洲北約的建構會不會繼續 然後供應鏈的重建 是對台灣非常重要 對我們的經濟未來20年 很重要 重建經濟供應鏈 讓台灣啊印度啊日本啊 我們慢慢的要串起來 一個有別於中國的 新的乾淨的可靠的供應鏈 我都問這三個問題說 美國總統大選 不同人的當選 對這三件事情 會不會有所差別 他就沉默了 那我們就可以猜猜看答案是什麼 我不能講答案 我覺得台灣人會擔憂會投入會擔心 除了第一種情緒是被壞人長期霸凌 看到壞人被另外一個人那個獨打一頓 你心裡會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但另外這也是扎扎實實 台灣的安全 經濟發展的下個20年 重要的轉捩點 所以2020美國總統大選 搞不好影響美國沒那麼大 影響台灣反而比較大 我先問一下這個小評 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 因為大家疑慮的是拜登的態度 那現在爆出來的事情 這麼的多 甚至拜登現在已經講了 還沒有選完 拜登就已經說了 他可能會取消 中國的這個關稅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事情 未來會跟夥伴們來討論 所以你怎麼看 就是拜登如果當選之後 可能會對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但是重點就是說 在目前為止來講 你怎麼看 美國現在整體的選情 因為現在已經傳出來 很多人後悔了 然後我們也特別提到 有六大的這個關鍵州 甚至你在最後一刻 你都可以把你通訊投票投回來 重新的 但是你就必須 本人自己親自去投票 那當然 總共可以開放 重新投票 大概有15個州 所以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情勢 現在是不是對川普 真的比較有利 美國是地廣人稀 媒體沒那麼厲害 就我跟你講 拜登 兒子杭特那個 如果這個事情在台灣的話 我看大概有幾千萬人 都點閱了吧 他人口是三億 三千萬 只有八百萬人看 王世堅跟韓國瑜 大姐催垢 一千六百萬 你知道這個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把那個殭屍跟水軍 都拿出來算數 對 不管了 反正就很 反正就不太 國情不太一樣 然後呢 你剛剛您提的就是 重新投票 那比例太低 後悔 你覺得會很低 很低 因為反正疫情也幫了拜登 再去投票也有風險 再郵寄可能來不及 郵差也不送信來 反正很複雜 那如果拜登贏的話 會怎樣 我跟你講拜登他說 他暫時 他大概是歐巴馬的2.0版 或川普的輕量版 對老共的制裁 可他一方面 就是我簡單講 川普把台灣派誘到極致 用台灣當個追子 弄死你習近平 我認為拜登不會 他還是會保護台灣利益 跟全世界唯獨老共 這是大概大氣候不會改變的 可是做法上的強度會不一樣 我想拜登跟川普 那他會怎樣 他還是會拿三千億美金 研發幹嘛 在老共現在慢慢追趕他 贏他的地方 像5G 像電動車 像人工智慧的 他要把你二樓對 他不可以讓你這邊 這種新興的產業領先往美國 這是太嚴重的事 你覺得拜登跟中國的關係 他會這麼做嗎 他會這麼做 他會變成 我變成我們鬥而不破 而不是像川普跟習近平 是魚死網破的第一個 第二個概念 他的稅會減 他說商量跟誰 跟誰商量 會商量三個地方的稅 第一個 我認為他會減稅 現在是19% 美國對老共抽稅 老共抽到20% 我認為會減稅 不管對歐盟 對老共 對加拿大的 不管這些貿易的夥伴 所以我覺得 對老共抽到20%